各位朋友大家好 剛才白宮剛剛舉行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牽制儀式 中方這邊出席的人不多 劉鶴領隊還有駐美大使商務部長還有人民銀行行長 美方那邊正式非常大 總統、副總統還有整個貿易談判團隊 還有200個國會議員都參加了這個儀式 剛才看了一下美國之音的直播 很多網友在直播下面留言說 這就是一個不平等條約 還把劉鶴稱作李中堂 也就是把劉鶴比作是清朝末年的李鴻章李中堂 李鴻章是以簽訂不平等條約而著名的 要我來說這個條約這個協議還不如一個不平等條約 簡直就是一份投降書,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這個協議裡面中共向美國做了大幅度的讓步 做了很多方面的讓步 這個內容我以前講過很多次了,這裡就不再贅述了 這個最大的一個讓步,條約裡面的最大的讓步 就是中共如果是不履行這個承諾 旅行協議,那麼美國就可以單方面的懲罰中共 這也就是把最終的裁判權完全交給了美國 這不是投降是什麼呢? 只不過這次是有條件的投降 二戰的時候日本向美國投降是無條件投降 這次中共是有條件的投降 美國這邊答應了中共的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是把去年9月份增加的 對於1200億美金中國商品的這個關稅降低一點 從過去的15%降低到7.5% 第二個條件就是把原本定在去年12月15號 要徵收的這個關稅推遲 不是說今後一定不徵了,而是推遲徵收 那到底徵多少,到底什麼時候徵 要根據將來貿易協議履行的這個情況來決定 所以總體來講這就是一個投降書 對中共來講,簽訂這個投降書那就是喪權辱國 所以這幾天國內的喉舌媒體基本上都不提這個貿易協議了 習近平和中共常委也都不來參加這一次的協議簽制儀式 只不過是中國有一些商界人士他們有一種錯覺 這包括在中國做生意的外商,包括台商和港商 大家都以為這次協議簽訂之後貿易戰會緩和下來 中國的經濟會柳暗花明 我希望大家千萬不要有這種錯誤判斷 如果大家把這個大形式判斷錯了 哪怕你是商業天才,今後也會賠得一塌糊塗 在這裡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訴大家 中共一定不會老老實實的執行這個協議 中美雙方的摩擦才剛剛開始 而且最後中共一定會撕毀這個協議 這方面現在已經出現了很多的信號了 第一個信號就是習近平本人和七個常委都不來參與這個簽制儀式 而且過去這麼長時間他們都沒有對這個協議發表過任何談話 以前中共跟那些小國家像斯里蘭卡緬甸這種國家 簽訂一些小的經濟協議 習近平都希望都想自己出席參加 這麼重要的這一次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他為什麼要躲躲閃閃呢? 這就說明他不想承擔簽訂協議的責任 這也就說明他在為今後毀約做好準備 第二個信號就是劉鶴本來應當1月初就去美國的 後來一直推遲到1月13號才去 因為1月3號的時候美國幹掉了蘇雷曼尼 中東局勢緊張,中共判斷美國和伊朗可能打起來 如果一打起來美國被牽制住了 中共就不需要去簽訂這個協議了 只不過後來伊朗認輸了,服軟了 那中東那邊的局勢緩和下來 劉鶴沒辦法,才在13號來到美國 那如果是今後中東又出現了比較大的事件 或者是世界上其他地方出現了大事把美國給拖住了 那中共會不會趁機再毀約的呢?一定會 第三個信號就是環球時報在1月6號發表了一篇社論 他說中美雙方不應當召集著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因為這個協議的內容不完善不合理 即使是簽了,今後也很難執行,走不遠 還不如現在再等一等多商量一下再說 環球時報是中共的喉舌媒體 而它的社論又是代表整個報社立場的 也就是說是代表整個中共立場的環球時報 它要想耍賴,那也就是中共想要耍賴 第四個信號就是在大概1月6號或者7號的時候 中共農業部的一個副部長叫韓俊 他對外宣稱,即使是簽訂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中國從各國進口農產品的配額也是不會改變的 韓俊他這個話透露出來一個很重要的玄機 這次貿易協議的一個很重要的內容之一 就是在今後兩年中國每年要從美國進口 400億美金以上的農產品 這個數額比以前任何一個年份 中國向美國進口農產品的最高的數額 都還要高出兩倍 那也就是說如果中共不改變這個配額 這個協議基本上沒辦法執行 大家都知道在中共體制內除了最高領導人之外 其他的官員都是不能亂說亂動的,沒有自主性的 在這種敏感的時候,如果不是最高層決策 則受益他,韓俊打死他,他都不敢這麼說 他之所以敢這麼說,就是因為他得到了習近平的許可 這種做法也是中共高層一貫的一個做法套路 就是讓下級來幫他們代替他們說話,說一些他們不方便說的話 這樣美國人抓不到把柄 但是體制內的那些官員一聽就明白了 一聽就知道這是習近平在傳達一個信息 說我們絕對不會執行這個協議 簽這個協議只不過是一個緩兵之計 習近平現在沒有辦法只能用這個緩兵之計 因為現在國內的這個經濟、政治、軍事各方面的準備都不充分 還不能夠現在馬上就跟美國應拼 如果這個協議不簽的話 那後果,嚴重的後果馬上就會發生 比如說川普他會全面的提高關稅 那麼外資企業他就會加速逃離中國 國內的一些出口企業也會大量倒閉 那麼中國的經濟就會出現斷崖式的下跌 經濟一崩潰,什麼江派、團派、軍隊中的反習派 還有很多地方官僚集團 他們就會視機而動 對習近平群起而攻之 黨內的矛盾有可能白熱化、公開化 而且經濟危機發生之後 老百姓的生活會更加困難 不滿情緒會達到臨界點 那個時候全國各地會出現大規模的街頭抗議 經濟危機就有可能演變為政治危機 為了避免這些情況出現 所以習近平現在還必須得簽署這個協議 簽署了這個協議之後 就可以為他贏得一點時間 在今後的這一段時間 他會更加急迫地去鞏固他自己的權威 更加急迫地去清洗體制內的反對派 去鎮壓體制外的反對派 然後他也還有可能武力犯台 不見得一定是要打大仗 打得過就打,打不過打個小仗 只要擺出一副打仗的架式 他就可以趁機宣佈實行軍管 然後在全國實行戰時佩己制 那個時候他就不怕打貿易戰了 大不了跟美國脫鉤嘛 大不了把中國變成一個大朝鮮嘛 當然了,這只是他一廂情願的一個想法 經不起仔細地推演的 習近平他如果是對台動武或者是對內軍管 體制內的反習派人士一定會聽到一些風聲 那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也會獲得一些情報 那這些力量就會聯合起來來對付他 先下手為強,要麼就是直接通過政變或者兵變 把他給打倒 要麼就是通過民變引發顏色革命來阻止他 所以習近平這個緩兵之計最後肯定會行不通 但是現在他一定會想辦法行 所以這個協議將來習近平一定會撕毀 從川普那方面來講呢 他也沒有想到讓這個,沒想過讓這個協議長期有效 也只是他的一個權宜之策 他簽署這個協議有兩個考量 第一個考量就是這個協議對他的選情有利 他需要通過這個協議來提高美國民眾 對他的支持度來增加他贏得大選的勝算 這個協議中共肯定不會全面執行 但是只要他們執行了一部分 那就會對美國的經濟成長起到一部分的推進作用 那也就是給川普增加的一部分的分數 他很需要,那第二個考量就是 他在為,用這個協議在為今後的貿易戰決戰做準備 中共一定會毀約,像過去那種多邊國際條約 像WTO中共都毀約了 這次跟美國的雙邊條約,當然毀約是遲早的事情 如果中共毀約,那個時候川普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地 升級貿易戰,甚至是展開貿易戰的決戰 以美國現在的軍紀實力 要想打垮中共實在是太容易了 但是他不敢打,川普現在不敢打 主要的障礙主要是來自於國內的左派 如果這個協議簽制之後 中共公然毀約 那麼川普今後就可以師出有名了 美國的左派也就不能夠再阻撓川普了 所以川普現在雖然嘴上老是說 說我不想簽訂這個協議,不需要這個協議 實際上他還是需要這個協議的 主要是要來對付國內的反對的聲音 等到下一次大選一結束 川普連任總統之後 那個時候如果習近平還沒有毀約 川普甚至有可能逼著他毀約 道理很簡單,你習近平不毀約 川普怎麼能夠讓貿易戰升級呢 怎麼能夠整垮中共的經濟體系呢 中共經濟體系不垮 中國怎麼會爆發大規模的顏色革命呢 中國怎麼會,中共怎麼會倒台呢 中共不倒台,那美國的安全 世界的和平怎麼能夠有保障呢 所以川普要整垮整個中共 就像當年里根要整垮蘇聯一樣 這是他們的使命 所以即使是習近平不毀約 川普到時候要想辦法逼著他毀約 用什麼辦法呢?方法多得很 按照他們自己的話說工具箱裡面的工具還有很多 比如說在第二階段貿易協議談判過程當中 川普他可以再一次的提出更多的要求 讓中共沒有辦法答應這些要求 中共不答應呢,他就增加新的關稅 還有一種辦法就是開闢新戰場 把這個科技戰、金融戰、貨幣戰全部打起來 這樣就會讓中共覺得 即使他們遵守了這個第一階段協議 美國還是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從其他的方面來進攻他 那個時候中共他就會撕毀協議 因為繼續按照這個協議 那就會消耗中共自己的力量 就會增加美國的力量 所以從理論上講習近平是有兩種可能性 他既有可能主動的毀約也有可能被動的毀約 根據習近平的個性來看 主動毀約的可能性比較大 說起習近平的個性 我跟大家講一點題外話 就是前一些天中共的一個黨刊 《學習時報》上面發表了一篇吹捧習近平的文章 吹捧得非常的肉麻 其中有一段是這麼說的 我來給大家看一看 他說習近平同志的貴族氣質是骨子裡面透出來的 他講話沉穩而又哲理 語言平時卻能深入人心 他走在大堂上有一種氣定神賢 不言自唯的風采 無論是英國女王 與英國女王乘坐皇家馬車 還是和美國總統奧巴馬特朗普一起會談 他的氣場都震得住場 壓得住震,真是太肉麻了 我在一評快評的第57期裡面 講到習近平的這個性格 說他這個人本質上是很弱勢的一個人 在國內因為有權力加持 所以才會顯得很有霸氣 但是到了國外碰到了其他國家的這些首腦 尤其是像特朗普這種性格強悍的人 他馬上就會怯場,馬上就露出 臉上露出慘媚的笑容 那這個視頻發布以後幾天之後 一個北京的朋友就告訴我說 官場裡面好多人都看到了 這個視頻都說分析的太對了 所以現在大家都不怎麼怕習近平了 那是不是習近平的親信也看到了這個視頻 才寫了這麼一篇文章來給主人挖回面子呢? 我看他這個文章裡面好像是專門針對我這個視頻的 這種可能性不是完全沒有 那這篇文章這個馬屁拍得很響 但是立論完全站不住腳 就算習近平真的是不言自為壓得住政 那跟貴族氣質半毛錢的關係也沒有 最多也就算是個黑社會老大 在西方貴族氣質是講究誠信、眾榮譽 中國古代也是這樣 君子一言四馬難追 君子欲於義,小人欲於利 古人說的君子就是指貴族 那習近平的這個個性 跟東方的和西方的貴族就正好相反 跟全世界的這個流氓到正好相同 就是不守誠信不講道義,應當說所有的中共高層 都有這個共性,這是中共黨文化給他們留下的一個 共同的精神上的印記 只不過是習近平在這方面表現的比較突出 引起的後果也比較嚴重 貿易戰開始以後習近平本人至少是兩次違背了他對於川普的這個承諾 第一次是在19年的4月份 習近平和川普通話 同意劉鶴和美國貿易談判代表所達成的這個協議 就是那個時候的一個150頁的全面的協議 但是後來習近平跟政治局一討論,韓正一反對 習近平為了逃避責任就跟川普反悔了 那第二次就是2019年6月份 他和川普在日本G20峰會上面又見面了 他答應川普要大量的增加購買美國的農產品 川普回去之後就催了他兩個月 結果他不僅僅沒有增加購買 反而還減少了對美國農產品的採購量 所以說習近平食言而肥,這是他的個性 這也是他的黨性,根本改不了 今後他還會再犯,一定不會遵守這個協議 他不會遵守協議的另外的一個原因 就是他的整個的執政團隊判斷力很差 他們過去誤判了川普的發動貿易戰的意圖 誤判了香港的局勢,也誤判了台灣的民意和選情 他們今後還會繼續誤判,因為能力就在那兒 下一次他們會誤判美國的民意和選情 然後根據這個誤判,他們會撕毀協議 時間應當就在今年下半年,最有可能是在90月份 因為按照中共的判斷能力,他們會認為那個時候 毀約會對美國的農業和工業製造業產生負面的影響 這樣就會減少農民對川普的支持,甚至會減少工人 和商人對於川普的支持,讓川普選不上總統 按照中共的想法,他們認為如果是他們能夠把川普拉下馬 那麼下一任的美國總統也就會被他們震懾住 那今後就再也沒有人敢圍欄他們了 那當然這種判斷是錯的,是以小人之心奪君子之腹 是以流氓的邏輯來推測正常人的思維 如果中共到時候毀約了,美國人是絕對不會 因為川普被騙而怪罪川普的 他們倒是會因為中共騙川普而會反對中共 會支持川普,大家會同仇敵愷的要懲罰中共 川普要的也就是這種效果 而且川普現在已經在為今後的同仇敵愷 懲罰中共在做鋪墊了,什麼樣鋪墊的呢?很有意思 一般來說,簽訂這種商業貿易協議 不需要搞什麼很盛大的排場的 兩國政府各派幾個代表,大家簽一下字就行了 但是川普這次有一個特別的安排 他邀請了200個國會議員,一起來參加這個儀式 這些預言可是從美國各個州一人一票選出來的 將來中共要是想耍賴,要撕毀協議 得罪的就不是川普一個人 也不是美國的貿易談判團隊 而是美國眾多的民意代表 而是整個美國 這個川普太狡猾了 當然習近平他本人也是很狡猾的 但是習近平這種狡猾呢 是低層次的狡猾,不遵守規則,不守誠信 不需要什麼智商,普通的街頭混混都會 而川普的這個狡猾那是在規則之內 他想很多辦法,自己既佔據了道義上的高地 又給對方挖了很多的陷阱 只有高智商的這個蕭雄才能夠做得到這一步 那現在一個高智商的蕭雄 對付一個沒智商的街頭混混 勝負以判,高下以判,勝負以分 我們現在就耐心的等待最後的結果的顯現 只是希望大家在這個時候 不要做出錯誤的判斷,錯誤的決策 這個時候各位做生意的朋友 該收縮你的生意的規模的就一定要收縮 能夠把錢財轉移到海外的就要盡量的轉移 今後等到大局已定,等到中共結束之後 大家再大舉回流,再參加那個時候新中國的建設 那不是更好嗎?好,那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各位朋友的收聽收看 謝謝大家,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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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